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学识网上教育平台 HOK6.com主办 我都要做广播剧 第一集 学完作品 每天醒来 我要忘记你 名借D100提供制作和播出 近年失智症和精神病 都很影响香港人的生活 学员尝试在这方面 创作一个两夫妻 一起面对这个难题的广播剧 内容并不进行医学查证 并还有这方面的感受或者疑难 影响相关医生寻求协助 每天醒来 我要忘记你 编剧 黄霖 小云 饰演 梁子坚 虎满语 饰演 张泳怡 草船 饰演 陈小德 法兰西 饰演 正婚日 茶渣 饰演 教授 接线身 刘小小 饰演 摄影师 医生 肥利 饰演 护士 毕业身 一对新人可以宣读誓词了 请 梁志坚先生 我 恳请各位亲朋戚友在场见证 我 梁志坚 今日愿意娶你 张泳怡作为我终生妻子 我愿对你承诺 从今天开始 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富有或贫穷 健康或疾病 我将永远爱你 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 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 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 我都会记住这一刻 无论世界发生什么大小事 历史都会记住这一刻 就算有日我忘记了世界 我都不会忘记你 张泳怡小姐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帮我拿着 没问题 说实话 你每次拿东西都没那么大袋 这次那么大袋 这次将了很重要的东西 能否看得到 可以 你拿些东西上来做什么 我打算烧掉它 你用不用这么做 拿来吧 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 我决定了 你真的确定要烧了分书? 不要说这么多了 拿来吧 好吧 好吧 但是有需要走到这一步吗? 不走到这一步 还可以怎样? 都过了整五年了 你一直将分纸收买 不拿出来 便慢慢忘记 为什么还要拿出来 还要烧卖它呢? 那有些事 始终都要有个了结的 老公 你忘记了世界 亦都忘记了我 但是 我还记得你 今届历史系碩士班 班寿典礼圆满结束了 最后我们用掌声 恭喜各位毕业生 祝大家 前途美满 为责社群 恭喜 梁志堅 想不到你都顺利毕业 哎呀 说完这些坏事 怎样? 找到工作了吗? 不要说我先 你和他现在怎样? 什么怎样? 你在说谁? 现在还诶 还诶 还诶 诶 当然是说你 和张泳怡 呃 呃 什么呀 他? 哎 大家这么大的人 都知道什么叫 爱情和面包 哎 放车啊 我现在连工都没找到一份 怎样给到幸福对方 是 但是今天不知明日是 机会错过了 不能回头 你想想 今次你不说 之后没有机会 你读历史就知道 历史里面 哪有这么多余果 是呀 不过时间不正确 中学到现在 你每次都说时间不正确 问你什么叫timing对 你又答不了我 Tommy 别想那么多了 中学开始 看着你们两个 来来合合 山山聚聚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哦 好 今次有什么故事? 今次是关于时间的故事 中学到现在 两个互不相识的人 可能刷身而过无数次 直到一瞬间 两个人相遇 恋爱就开始了 高中君里便是 拖过手的朋友 只可惜不了 夜后 时间显得不够 不想发展感情以后 才不想牺牺牲所有 尤其是听说你 也有别人 等你爱有 青春不怕换命 只怕一早定生 触光中跟你聚咎 谈笑风生之際 猜不到是你笑出哭声 感激爱人别戀 才有幸共我抱天同情 你那眼神有几秒张爱情 火花不等爱人便话太多 应该珍惜过程还是结果 各自天涯差点越过 梦内再排队的片那么多 不拖手的爱人最后最多 等火花到过期 都教堂爱触破 没决心肯定我 也没原因不爱着我 微妙将活生振过 但时间配合错 梁志健 其实我早就对你有感觉 你一点也感觉不到吗 不拖手的爱人 终于当起战役 不再贪心任性 等不到的我应命 无法懂得反应 刚找到伴侣跳出阴影 安稳当众幸福 不配做最吃香的情性 当我放弃爱情 全毁明白爱情 火花不等爱人便话太多 应该珍惜过程还是结果 各自天涯差点越过 无奈再排队的片那么多 不拖手的爱人最后最多 等火花到过期 都教堂爱触破 没决心接受我 也没原因需要被我 为何未能深爱过 是时间的差错 做什么? 那时间是什么事? 太多的恋爱都有保鲜旗 当中也有多少 可以及时捉担散下的火花 时间不等人的 不如想想你要珍惜的 是否Nicole 我 你们快点过来拍照 整班人在等你 行了,过来了 梁志堅 幸福这件事 都是靠自己的 过去拍照 快点吧,摄影师哥哥很忙的 到了到了 不好意思 各位 齐人没有? 来来来 大家给点笑容 准备 一 二 三 来多张 给多点笑容 来展示一下 叶子手势 对了 对了 准备 一 二 三 好,谢谢大家 祝各位前情似感一帆封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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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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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突然之间叫我全名 我 我有些事想跟你说 说吧 你 你 你可不可以让我照顾你一生一世 蛤? 你说什么 我说 你可不可以让我照顾你一生一世 嗯 你好像读书不是那么行的 而且 你现在好像还没找到工作 现在找不到 不代表以后都找不到 你先冷静点 不用跪在那儿 张铭 我从中学开始已经暗暖你 今天我知道如果我再不说 以后未必有机会说 所以 你可不可以给一次机会我 你先起身吧 你先答应我吧 唉 你真的很笨 嗯 你不起身怎么答应你啊 yes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整首一点多吃了饭没有 不如煮个面给你吃 好啊 多谢老婆 你最近每晚都这么忙 教授不肯放你走啊 是 我做事比较上心而已 今次那份研究局规模大一点 教授想多些辅助资料去说服发展商 这块农田有很高历史价值的 所以 不是很想随便在上面建楼而已 不过老婆你放心 我不会捱坏身体的 啊 身体最诚实啊 你看看你啊 这么大个黑眼圈 还说不会捱坏自己啊 鬼信你吗 哎呀 真是瞒不过聪明的老婆大人 行了行了 不用哄我了 等一下 稍后再捱多一只鸡蛋给你 等你滴走个黑眼圈啦 多谢老婆 吃完面洗过浴 然后快点滴对眼 就上床睡觉啦 做多一阵都可以吧 好好好 做多一阵好了 不要捱坏自己的身体啊 收到 哎呀 洗完的量真的不同些 哎呀 快点做完些事先 不要让老婆担心啊 哎呀 早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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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志堅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了 哎 梁志堅? 梁志堅 呀 難道他又做过通口 在厅里睡了? 去看看他 sich 哎呀呀 你真的做到百度了 你真是 intestine sacrificing 我坐牌 汉冰臭 ә 嘩 好疼ən 啊 Employ蔡 昨晚 books 我 Rogers 都做半夜还早睡眠 Area 弄得我一招都害怕 打你一下手臂就算便宜而離 不管,這頓早餐你煮 好 老婆你想吃什麼? 麗牌 麗牌? 火腿通粉加煎太陽蛋焦邊 還有朱古力是不是? 神早漏漏,想不到你還有記性 唉,沒有記性怎麼做你老公 昨晚記不記得自己說過答應了我嗎? 你看看你,裡面的雞蛋還沒脫殼 咳咳咳咳咳咳 這些事先說吧 快點去拆牙洗澡洗個臉吧 待會吃不止早餐,上班又遲到,不要了 咦,是呀,好吧,這次放過你吧 老公,老公,可不可以幫我 在房子拿個風筒過來? 老公,老公,他搞什麼鬼啊? 老公,你搞什麼鬼啊? 不是吧?又睡著了? 老公,起床呀,老公,起床呀 不要裝睡,炸地不煮早餐呀 起床呀,起床呀 不是呀,老公對手臂那麼冷 明明那個廳也沒有開冷氣的 嘩,那個額頭那麼熱 什麼呢?在靈芝探熱針先 嘩,寫四十點五度? 糟了,今天還要是禮拜六 一定有很多人排隊的 救護車,打給救護車吧 這裡是999報案中心,有什麼事幫到你? 我老公發高燒,整四十點五度 四肢動不了,麻煩拍個救護車來救他 行,收到,麻煩小姐提供地址 皇后山村,王樂樓,1205室 行,救護員五分鐘後到 麻煩你,老公,老公,你不要有事 沒有你照顧我,我怎麼生活下去呢? 謝謝你呀,老婆 醫生…我老公是不是沒事呀? 是不是醒了? 太太,你冷靜點,你老公沒什麼事 好,沒事就好了 不過他太遲送入醫院了 太太,不好意思,你老公患了失智症 不好意思呀 不要緊,還有十分鐘才開場 幸好剛才的士沒有兜錄 不過呢,為什麼要看這些電影呢? 蛤,你不喜歡這類電影嗎?這些慘情電影都適合你口味了 咦,你不是劇透了嗎?你沒看過這部電影嗎?很出名的 嗯,那我以前想念讀書 哪有這麼多時間看電影呢? 啊,我知道了 老公,你肯定顧著看電影,成績才這麼差 你猜猜吧 肯定是 對了,老公,不要看這麼多電影了 劇情如有雷同純熟巧合 收到好,老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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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只剩幾分鐘而已 不夠時間買爆谷了 我要吃朱古力味的 哦,行行行,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怎樣?這部電影好不好看? 嗯,這部電影有點霉 真的嗎?你再想想,會不會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嗯,有啊 真的嗎?是什麼感覺? 是肚子餓的感覺 哦 不如煮個火腿通粉加上太陽蛋煎焦邊 再配一杯熱朱古力 那就完美了 你說什麼? 我說火腿通粉加上太陽蛋煎焦邊 再配一杯熱朱古力 老公,你真是好啊 什麼好啊? 誰說煮給你吃的? 我煮給我自己吃的 原來你喜歡吃的嗎? 好啊 梁志堅 啊?誰是梁志堅?你叫誰啊? 不要妨礙我煮早餐了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老公會什麼都忘記了? 既然他都忘記了我是誰 那我留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意義? 嘿嘿嘿,外賣到… 李高,你…你幹什麼? 幹嘛拿著玻璃? 我要死啊,你不要妨礙我 你幹什麼打我啊? 你叫醒一下吧 我知道你照顧Tommy這幾個月 真的很辛苦,但也不用這樣嘛 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 他現在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忘記了 他不能夠了,我好無用 我真的很無用 連最愛的人都救不了 你…你太累了,不如你先睡一會吧 不行的,我不可以休息的 我睡了,還有誰可以照顧他 還有,他正在開爐煮食很危險的 我沒有累,不睏的,我很精神不用休息的 行…我相信你,但你現在的頭髮有點亂 還有一陣味,不如你去洗個澡 然後先睡在床上吧 睡在床? 是啊,靜靜地爆個秘密給你聽 對啊,Tommy他說想給你一個驚喜 等你醒了之後,就幫你做早餐 真的嗎? 真的嗎?騙你有獎嗎? 好,那我先去洗澡 就裝睡,等老公叫醒我 是啊,快點去吧 喂,我份A餐還欠多少? 欠煎蛋和一杯熱朱古力就可以了 好,還有煮完這餐,下班了 下班?去哪裡啊? 去陪人看醫生啊 哦,好啊,但他很嚴重的嗎? 不算很嚴重,但最近整天失眠 嘩,失眠啊?可大可小的 好啊,反正我一會兒沒事做,就去吧 喂,說實話,這個是誰來的? 一個曾經跟你關係很好的人 和我關係很好的人? 但我沒什麼印象啊 不要緊啦,他記得你是誰就行了 哦,那也是的 那快點把蛋弄好就走了,梁子堅 蛤?你在跟我說話嗎? 哈哈哈哈,不是 突然之間想起一個很久沒見過的人 有點像你那樣 這麼有趣? 下次他回來介紹給你認識啊 哦,好啊 專心看火啊,不然焦邊就變焦底了 OK 張詠儀 是,護士,拿著報告進去吧 哦 很久沒見了,最近怎麼樣? 都是這樣,不是怎麼睡覺 嗯,都看得出,這麼大的黑眼圈 是嗎?可能最近習慣了深夜看得多文件 那有沒有準時吃藥啊? 報告說你血清素量不太夠啊 啊,是嗎?可能我驗身之前,去了廁所 可能影響了我的結果呢? 不如這樣吧,張小姐 直接點,你想不想康復啊? 哦,我… 不如再直接點吧,張詠儀小姐 你是不是還很掛念她? 我…我…都…不是很清楚 那如果一分是不掛念 十分是超級掛念的,你會給多少分? 九分掛念 九分掛念 那不錯啊,比上次少了一分 為什麼少了一分呢? 不知道啊,可能最近和朋友去放風箏有關吧 嗯,這麼有趣?說多一點點啊 不知為什麼,看著那隻風箏在天空上面飛著飛著 然後,旁邊那隻又慢慢慢慢地回去她主人身邊 心裡好像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那不如你形容多一點那種感覺吧 不知道啊,一向自己都不是一個擅長表達情感的人 不要緊,這裡有答卡 裡面有很多正面的情感的 你選三個覺得最適合的? 開心 高興 欣喜 好奇 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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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好像什麼都不對這樣? 不要緊,慢慢來 給點耐性一定會找到的 因為 友善 松容 好玩 投入 不錯 搭 踏實 釋放 醫生 我覺得是這三張了 但是,我也不太明白是什麼感受 這三張卡送給你 這段時間,你帶著他們放多幾次風箏 下次回來再分享一下 哦 哦 那你出去等一會兒,拿好藥就可以了 記得準時吃藥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醫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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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拿著 沒問題 說實話,見你每次拿東西上來都沒有這麼大袋 這次這麼大袋 這次將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看不看得到? 可以 你拿些東西上來做什麼? 我打算燒掉它 你用不用這麼做? 拿來 你真的確定要這麼做? 我決定了 你真的確定要燒掉一張分書? 不要說那麼多了,拿來吧 好了好了,但是有需要走到這一步嗎? 不走到這一步,還可以怎樣? 唉,都過了整五年了 你一直把分子收起來,不拿出來 就慢慢忘記了 為什麼還要拿出來,還要燒起來呢? 那有些事,始終都要有個了結的 老公,你忘記了世界,也忘記了我 但是,我還記得你 好嗎? 這裡有一個黑色的盒子 可以開來看看嗎? 你喜歡吧 讓我看看 這麼有趣 裡面有一隻用氣飛摺成的戒指 還有幾張信紙 你說什麼?什麼信紙? 我怎麼知道呢? 戴上款寫著老婆 蛤?你讀來聽聽聽 好 老婆,當你看到這封信的時候 不知道我還記不記得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娘自堅 自知自己不是薄學才子 也不是誰誰的富二代 沒有養活你的本事 結婚之後,還要你忙碌工作 為家付出了很多很多 甚至乎我連讓你擁有私人工作空間的屋 我也負擔不起 但是你還願意嫁給我 我真的很感激 幾個月前在婚禮說的話 根本不是我心底話 那些全部都是找朋友幫我寫的說話 根本代表不到我 但是我想自己寫一篇 表達想跟你說的話的時候 我又怕我這把不聰明的嘴 會失禮到你 所以我現在唯有寫在紙上 提醒自己,張詠儀 我真的很愛你 沒事,Nicole,為什麼眼紅紅? 沒有啊,突然有煙吹入眼 你繼續吧 好,以下這番說話才是我的心聲 小時候,醫生說我因為一宗交通意外 患上了失智症,當時年紀還小 又不適合做手術 但是我就要隨時準備 總有一天,我會忘記了這個世界 忘記這個世界愛我的人 而忘記這個世界我愛的人 詠儀,我的老婆 你還記不記得第一天上碩士班的時候 Professor Wong的開場白是什麼? 讀得碩士班,即是大家都成年人 大家心智都成熟 要記住,歷史有些時候是殘酷的 當然,都可以說是巧合的 希望你們畢業之後 將這句說話當做金石良言 歷史裡面,哪有這麼多如果啊 詠儀,我的老婆 我知道這個世界上沒有這麼多如果 真的,哪有這麼多如果呢 但是如果可以的 其實我衷心希望你不要讓我長手 不要讓我早死 因為我知道一個人活下去的日子 是很痛苦的 還有其實我每天都準備好 在我醒來的時候 我就會忘記你 當自己一個地生活 這個苦,讓我承受好了 原來Tommy是一個 這麼浪漫的人來的 嗯,你繼續讀下去吧 好 老婆,你認識我這麼久 你就知道我是一條大懶蟲來的 小時候,我最喜歡炸病的 這樣就可以騙家人不用上學了 可以整天躺在床上 又有人照顧 你說多好呢 不過老婆,如果有這樣的一天 就算我怎樣炸嬌,要你捕捉 要你幫我抹汗 記住啊,不要讓我騙到你 因為全部都是假的 而且我怕你到時更加擔心自己 更加服侍我過份周到 然後我就喜歡了炸病 甚至乎一病不起 說笑而已,老婆 不要生我了 不過呢,就算你生氣 你也要記住 在婚禮說的話 全部都是別人幫我寫的 其實是我不喜歡的 所以你也不要太認真 如果我真的病了 你不用替我感到傷心難過 你一定要丟下我 不要理我 不要讓我成為你的負擔 你一定要好好記住 好了,如果以上的一切 你都答應的話 這個盒裡的紙環就屬於你的 戴上它 然後轉身 你的白馬王子 就會在門外等著你 梁志堅 世上最幸運的新藍 嗯,就是這麼多? 是啊,一字不漏都讀了 好 那這個盒和裡面的戒指 燒了它 真的嗎?你捨得嗎? 捨得,可以改變歷史嗎? 不捨得,又可以怎樣 歷史有些時候是殘酷的 又或者是巧合嗎? 故事最終必須親口說 再會 快點燒了它就走 八月天,隨時下大雨 好吧,好吧 好,是否快點燒了它 絲昂過的旅程 又不是,有些時候會oru 被煩了它 去到一間的馬上 到小時候會想要到爬上 、「步驅要來開啥意想要去的 기분 你開啥意想要去掉吧 他們的思慈 叫我和你 給你散開 那些吉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记得留住感觉 过渡座人海 我记得似曾盛放 8月31日 雨后见到彩虹的一天 老公 我终于见到你封信了 你呀 有点傻 有点浪漫 有点感动 五年了 梁志坚 我还好挂住你 我还好爱你 中下晚空星星把心放照亮 脆弱你的偏执跟那些 沉重的理想 信念也去山落在云海 忘了风吓 始终有燕鸟到下 请记得随一层迷迷 请记得还有一份爱存在 请记得留住感觉 过渡座人海 过渡座人海 我记得如后能划过 请记得随一层迷迷 请记得谁和谁略过 请记得还有一份爱不怕什么 请记得随一层迷 请记得留住感觉 过渡在人海 我感激 谈花声波 那记忆 随后还思爱 每天醒来 我要忘记你 经已播放完毕